女主播学历大洗牌 那个勾股定理有没有听说过 勾股定理 没有听说过 你是什么学的 大学 大学学什么专业 幼师 幼师是吧 幼师是属于什么系 幼师属于什么系 艺术系 幼师属于艺术系 幼师是属于艺术系 勾股定理有没有听过 勾股定理 勾股定理 没有 就是请问你是什么学的 对对 我是大专学的 大专学学什么专业呢 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行政管理是属于什么系 什么系 问我呢 对你们 你那个专业在你们学校属于什么系 属于文体内的代表 系 属于什么系 怎么又跟文体内扯上关系了 你大学学什么专业 我问你 我学唱歌的 学唱歌的 你那个唱歌专业在你们那个系 你们那个系叫什么名字 我自己学什么我都忘了 现在就专门 专门把这个脑子专门是个搞PK的 自己学什么都忘了吗 嗯 是的 什么学我就是我就是一个大专 没有大大专学什么专业的 就是计算机啊 计算机属于什么系 我搞你这是要考验我啊 你要这么说一会我要算说说说说 你们会不会觉得我连小学都不如啊 计算机专业属于什么系你就说就行了 我本来学业不好我这样说什么系 什么系你是什么系的你不知道吗 计算机专业属于什么系 软件工程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那个 勾股定里有没有听说过 那晚上没有数学的东西我本来就不敏感 你学计算机你连数学都没搞清楚啊 那能搞清楚吗 天天熬夜熬成这个样子都已经忘完了走 那那基本清楚了 问你是什么学的 我我是大学 学什么专业的 学农业的 农业 你们那个农业是属于什么系的 农业大学系的 农业不是 农业是在你们那个学校属于什么系 叫什么名字啊 就什么系 就叫农业大学系 农业大学系 农业大学系 好好好 那我基本上懂了 请问你是什么学的 本科 本科啊 学什么专业的 学工商管理 工商管理属于什么系 工商管理系啊 不是你的专业给你的系是一个名字吗 工商管理主要学的有哪些课程 能不能说一下 随便说两样 毕业很久了 毕业很久 你主要的几项课程记不住吗 没有听说过勾股定理啊 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就是一本说 勾股定理也是一本说 就是3.1415926 要没有把学历拿给你们看一下 哎呀 甭看了甭看了 请问你是什么学历 我是本科学历 学什么专业的 学会长的设计 会长还是设计 会长还是设计 有没有专业名字啊 你们那个专业 会长会长设计 会长设计 会长设计 什么东西 很长的一个名字 很长一个名字 你们那个专业属于什么系的 属于国贸的 属于什么国贸 属于经济的 那个系在你们那个学院叫什么名字 或者是什么学院 什么系 能不能说一下 我毕业好久了 我是你个管 请问你是什么学念 我就正常本科毕业 你学什么专业 我是学空秤专业的 空秤专业 空秤专业是属于什么系 属于什么系 对 因为因为当时我们学校 其实因为空秤正常之前 是按专科来去算的 但是我们给他画到了酒店管理这边 所以就算了本科的 是这样子的 空秤属于酒店管理 酒店管理属于什么系 酒店管理属于什么系 对 属于什么系 对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那个勾股定理有没有听说过 勾股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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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过 没听过 请问你是什么学历 我是什么学历 本科 本科你学什么专业的 我学营销专业的 营销专业属于什么系 在你们学校 六节营销系 经济贸易系 经济贸易系 营销系还是经济贸易系 到底是哪 都可以这样说吧 都可以 怎么是勾股定理 不知道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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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老师了 3.1415926是什么 毕业几十年了 都忘了 3.1415926 7226 那不是鸡蛋的重量吗 鸡蛋的重量 對 3.1415916是鸡蛋的重量吗 我觉得應該是吧 OH GOD PLEASE